李敖能有多渣 你肯定知道她费尽心思把台湾第一美女胡音梦娶回家后 因为嫌人家便秘时憋得满脸通红太丑就把人家甩了 但你不一定知道 她在婚前就脚踏两只猪 结婚当天就指使胡音梦给她端茶倒水 离婚后更是把胡音梦告上法庭 诬陷胡音梦是一夜十万台币的硬义女郎 她把胡音梦伤到吸引还不够 还开了党节目 追着胡音梦骂了三十多年 直到自己去世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李敖被胡音梦看破后的自卑和恐惧 胡音梦曾在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中剖析过李敖的心理 他们表面上玩世不公 游戏人间而魅力十足 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 以赢得女人的献身和崇拜 然而在内心深处 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 李敖是只爱自己的 她追求胡音梦时还和刘慧云在一起 胡音梦问她 刘慧云怎么办 她不无得意的说 我只需告诉她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 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 所以你得暂时闭一下 胡音梦不懂 李敖说 我得做两手准备 你听听 这算盘打得是不是震天想 后来她果真花了二百一十万台币 把刘慧云送去了美国 但又心疼钱 思来想去 竟然找了胡音梦妈妈说 这是为了你女儿 这钱得你出 你听听 李敖是不是很无赖 她不光无赖 还有极强的控制欲 但胡音梦崇尚自由 并不臣服于她 于是她们整日争吵 结婚当天 李敖坐在马桶上 得意洋洋的指挥胡音梦说 你现在约已经签了 我看你还能往哪跑 快去给我泡茶喝 起初胡音梦以为她闹着玩 后来发现来真的 当即就把结婚证拿出来 一丝两万 说你以为这张纸 就能把我限制住吗 李敖也没想到 原来有脑子的女人 这么不好忍 她感觉一切 跳出了自己的掌控 更加恼羞成怒 这样的剑拔弩张之下 这桩婚姻 只持续了115天 离婚后 李敖在法庭上 为了证明胡音梦做伪证 就诬陷她是硬X女郎 胡音梦深受打击 打完官司就吸引了 但李敖不休不饶 仿佛得了不提前妻 就会死得病 办了档节目 光羞辱胡音梦就七十集 而胡音梦对此事的回应 只有四个字 我可怜她 这四个字 让聊一生的纠缠 像个笑话 所以你看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谁输谁赢 一目了然 我可怜她的纠缠